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是 贏者 今次是第二回 繼續說 第二回什麼算了 第二回 沒錯 還是要說得好 我要再三強調一次 加油 真的很難頂 真的很難頂 很難頂 很難頂 沒關係 看下季的動畫 應該都會很難頂 接著講一套 上星期不是預言了嗎 又是正面也不正面 老實說 我不用五倍速看不到 正面也不滿意 那想怎樣 不滿意就不滿意 老實說是剪了影片 要錄 你找些東西來看 麻煩你了 這樣嗎 要看一半 不如看這套 我們接著要講那套 就是Copenion 就是核爆物事錄 除了悶到核爆之內 還是七到核爆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們之前講的 最大的故事 已經講到 作為寶劍班的三位 要在這裡 行行企企 好像去旅行式 他說是修學旅行的 去拯救這個 核爆污染後的舊首都 當然 其實在核爆的地區裡 其實每個人都不多 需要他救 這就是 這個故事裡面 不算第一師團 其實所有人的危機 都是因為這三個人來了 這就是 全部都對 不算的 大肚婆那些就不算 大肚婆是算的 為甚麼 因為他接走了一個摺山的那個人 而如果沒有摺山的那個人 所以那個人才生不到兒子 才會有危險 所以你說 是不是這三個人害人害脈 有啊 有啊 還有啊 還要接走了一個二十幾年摺山經驗的 就是你知不知道 為甚麼 為甚麼 他們 覺得山仔是沒有問題 他們有沒有做生意 就是因為 因為有個 有個 山在那裡 接著 他發覺 原來你三個人摺走了一個摺山的 那我怎麼辦 打斷了你的鞭骨 叫你走 接走了教授之前 他們是影響了那個生態 簡直說 在食物鏈裡 一個完整的生態結構 拔走幾個東西 平衡就會崩壞了 應該這樣說 不是 應該這樣說先的 正確的說法就是 你在一個生物鏈裡面 放了一些 不是這個location裡面的一些生物 進去這個 那個生物鏈就會大亂 所以當局當年 否決用這個 食藝術去打紅火 是有這個原因的 香港都沒有這些 是的 沒錯 很多地區都是這件事 這是所謂的 地區性的災害 這些是屬於 即是 黃蟲 不是 黃蟲 OK 講回一個故事 當他們 之前說過 那些問題就不適合 但 接著 要說的是 開始擴展的劇情 除了保健班之外 還有這個 所謂的 打掃班 即是簡單來說 戰鬥部隊 對 簡單來說 很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呢 不有趣 我們講說這個 所謂的 第一師團 要捉走 他們 保健班的三位 原因 是因為他們 需要他去 核污染 從他去放置 即是那些鬆 去放置一些東西 和引爆這個東西 而令到 全世界都受這個 核污染的影響 但前提 有兩條口 都是 因為他在幫助他 那他多抓些 來做什麼 沒錯 阿姨說這個問題 就是正正的 正正的問題 而如果 他們 不去搞這三個人 他這三個人 是不會知道 他有這個計劃 而 他沒有這個計劃 之後 他就可以很順利地 把核污染物 丟去 那裡 丟去他需要的地方 而令到全世界毀滅 那整個故事 就真的 合爆 即是等於 你一間屋 要五支開信都 來幹什麼 你有兩支 你還買多三支 不知道做什麼 而 當然最划算的 不得不提 就是他 創造這個故事 當時 其中一個就是 阿葵這個角色 這個簡直是一個 神經病的角色 在整套東西裡面 在整套東西裡面 價值是零 阿葵就是 喊包那個廢物 喊包那位廢物 然後抱著 No Sense機器 下人 這個角色最大的問題 其實這個人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 是不科學 這個人是思覺失調 不要說他能力科不科學 這個人某程度上 都是有些思覺失調的問題 那些叫狂醋 不是思覺失調 首先就是 他被第一師團的人 或者叫醋屈 第一師團的人捉走了 捉走了之後 捉了之後 捉了的時候 他就叫 阿阿阿阿阿阿 班長 或者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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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就不要這麼大聲叫他去救你 然後因為這樣 他很沮喪地將自己躲在一邊 隱蔽少女 我沒有用的啦 我無能來的啦 我沒有用的啦 我沒有用的啦 不用你說的 當然這件事不用你說的 我們都知道在十二集 十三還是十二集裡面 你是一個功用都沒有 有一次 這麼大話 其實我們一開始 深厚的時候說 所謂這個保健班的構成成業 其實三個人 完全是 一個mess來的 一個完全是不適合的部隊 狗不答白的東西來的 我當成賴真是叫做隊長 他只需要有決策力 當然這傢伙也沒有什麼決策力 他是暴走力 這傢伙是完全不跟計劃做事的 他沒有計劃 唯一叫做 在三個人裡面是得妙子 是叫做在一個 在一個結構上 醫療常識 應急能力 叫做正常 狗說話 超人事力 叫做正常 你要斥口那些 正常的那些 唯一的正常的 部隊成員 其餘成賴和 妙阿葵 其實是 這兩個人是為了創造劇情而創造劇情去做一些東西出來而全部是不好看的 我覺得是為了有花札的 character CD 而有的 不清楚 另外 其實不得不提 其實他去到中段裡面除了說清掃 打掃班的姚仁 和那兩姊妹之外 男角和姊妹 小臻姐妹 跟著 他丟了一個很低能的設定 所有的copenion 其實都是 複製人 黑龍體 而呢 小臻姐妹呢 就是一個殺人犯的 的 空 我覺得說 政府班人其實是沒有路的 其實他也叫做什麼呢 經過他們的詳細研究就是 黑龍體是會完全幾乎是承繼就是 原本那個人的性格和能力 其實是不可能的 先不要問他有沒有可能 他真的100%做到 這個條件來講 那為什麼你要選一個殺人犯呢 你要選一個殺人犯進去的災場裡面 他不多殺一個人就已經 你吉弟了大哥 真的很奇怪的 你要叫葉繼歡做這個 一哥 小臻姐妹這裡其實也是選擇 因為本來小臻姐妹其實是一個 生存是一個誤會 第一師團 跟他們合作了之後 第一師團其實是不需要再捉其他 Companyo 其實是的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小臻姐妹 而堅硬就是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捉多一個 想捉多幾個 不知道你做什麼 是不是拿來打總 我也不知道他想拿來做什麼 但是他們 他們也沒有意欲是捉姚仁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小臻姐妹一開始知道 一開始的 leader其實是姚仁的 但是他又沒有想過姚仁這個問題 我又覺得很有趣的 這一節跟著就說 其實出出入入 其實土拖劇情就是 因為要生小臻姐妹 很多兒子生 不是很多兒子生 是兒子一直都沒有生出來 不是 前一段又有個小妹妹 現在又有個大佬 之前那個小妹妹不是生小臻姐妹 之前那個小妹妹是不見了 大佬 但是這個核爆災場 有這麼多兒子生小臻姐妹 沒有娛樂到這樣 這個是整件事是搞笑的 我覺得其實是 我不懂回答你 我不想回答你 然後他講到第一師 其實你不得不提 另一方面第一師團那裏說 我們這班人 是不怕 其實他做到 最初的故事其實就是說 這班人 盡忠報國 最後得出來的就是被政府背叛了 不是很合理的嗎 那些東西 搞笑的東西就是 OK 全長 東方不敗 全長應該死了的嘛 又不穿保護衣 又不有氧氣筒 又不屈都沒有的城 死了啦 十分鐘而已嘛 不明白那班人 為什麼可以這樣不死 OK 你說他們要報復全世界報復城 跟著 日本政府那邊 又非常有趣說 我要炸這個核杖長 跟著說 可以啦 那些Coppelion搞定他可以啦 我們用不著派支援的 他們搞得定的啦 跟著就特地 不是你說是後段那個位置 這裡其實同時間發生 就是因為是那個 本身派不到支援去 行星那裏 其實是因為 開國際會議 國際會議那裏是想套糟的 教頭說現在開國際會議 要放了最新型的軍備在那裏 R1頭 你最新型的軍備 全部都是我們現在 現代見到眼見的那些常規兵器 就是那些北韓導彈車 坦達直升機 但是為什麼舊手都廢棄了20年的地方 一個型蜘蛛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最新型的兵器呢 就是二戰時代的東西 這樣來的 20年前的兵器呢 就是Star Wars那些東西來的 他我不明白 你要很勉強來的 喂 我真的覺得 全日本是不是只有教頭 可以經常會保護人呢 老實說 那你不會 月拳是另一個腦袋在問的 我覺得 這是他強行做出來的危機 就是教頭派不到東西給他 而家裡開頭都可能 可以的 因為未有什麼危機出現 到他們知道就是 第一師團是想用核爆毀滅這個世界 都不幫他 都覺得說 不行 So call 比較重要 那就是啊 門面工程來的嘛 而最重要就是 他沒有去 你點到人 他沒有去心法 就是日本政府那邊開會那裡 你每次都是拍攝 看到幾個人在那裡 坐一張坐在那裡 還有那個大省總理呢 是很早出了一兩次之後 就沒有再出現了 跟著就沒有再出現了 那我又在那裡 他又說到好似上頭有陣 又說不讓這傢伙出來抓狂 我覺得這些鏡頭需要 我不清楚 其實之前我們新版講過 有這個死人隱形戰機 也是很高科技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軍備那裡沒有 那間隱形戰機 其實丟了很多合費料 到這個重災區裡 那個隱形戰機不是日本的 我們不要計 丟下去其實 而他應該跟第一師團去做這件事 其實可能是有連動的 其實可能是 沒有感覺的了 我覺得可能沒有連動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連動的 其實是創造到劇情的 可以做的 你才可以衍生到全世界 勾結外國勢力 全世界那個核問題 還有就是他現在內部裏面 載區裏面的情況 他們怎樣去掙扎求全那樣東西 但是 最終這套東西變成了什麼呢 他是散古底單元 單元到完全沒有關係 不是串連來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 承賴他們那一邊 即是 很沒有意義地的正面 全部都是 即這個問題是 你會看到 因為我可能看得快 因為我也是五倍祝這樣看 他有一集 明明差不多打贏 第一屍團 突然出了一隻大蜘蛛 那第一個問題才說 大蜘蛛是違反 剛才軍備的背景 第二 其實他之前那集 主要很多東西是 圍繞了大蜘蛛 或者最後部分 那兩姐妹都是拿大蜘蛛出來 如果你將那些時間 拌回你之前鋪過的伏筆 即是剛才樹山講的 B2軍炸基 那個東西 即是你前面那個攝山婆 如果你可以用得回 那為什麼這個理由 不用回它呢 你甚至不需要什麼 你可能說第一屍團 老實說 你這裡是核爆區而已 核爆區 你腦袋有這麼交叉多的 核爆區 可以炸到整個地球都是這樣嗎 我不行 你都要說 只是全日本就可以 或者 你全日本可以掛到整個世界 你最多講整個亞洲地區而已 我又不信你可以 去到半個地球那麼遠 你有多少合肥 因為如果你建基這件事 其實你要跟海國勢力合作 但他又沒有再用過那些東西 我又不明白 所以你又騙了頭 你跟我說你海那裏飄到一個美國海 但陸地你怎麼去到歐洲呢 另一方面就是所謂的設定問題 就是他不停在那裏說 這個人的特殊能力是不是高級復原 絕對不是特殊能力的 你肯定沒有看過什麼神槍追擊 可以被人爆幾次都不死的 所以這個是很合理的 絕對是普通人的能力來的 就是他一直跟著 另外一方面的Companyon 其實是在鋪著說 改造人的悲哀 對 改造人 不過是有話說的 就是作為這個基因改造人 就是他們其實老實說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 然後又鋪著設定 他們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斷電 就會死了 應該 就會突然之間 突然死亡 某程度的原因就說 其實這一個 核災區就是他們 之後的生活地區之後 其實就是他們的生命 就是最初和最終的任務 是的 就完了 但是阿成 你可以說阿成 他的態度是 就是他用一個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 好像你看舊翻 是的 面對所有的東西 他覺得就是說 我既然出新登的話 我這個生命其實就是有我的用處 其實我應該用我這個生命 去帶來更加多的意義 OK 但是作為這個主持 應該把所有的套餐都抵散 無論多難也好 你做得出才算啦 我現在說了你 你OK 但是你作為 小玉姊妹那邊 其實他沒錯 他沒錯 你亦都是說服不了他們 而去到後期 很活該就是他們兩姐妹 他們是沒有概念的衝突的 他們只有立場不同的 是很低級的東西 其實小玉姊妹就是什麼 他就是想死前 盡情地根據自己 所想去生活 其實是的 根據這一點 他最後無緣無故說得到 其實是 是不知道做什麼 是不知道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所宣揚的正面的概念 只是很沒意義告訴你 我們要正面思考 做人一定要正面 真是救命的 我先不再理會 我先不再理會 突然之間 為何第一師團會有隻 會有隻蜘蛛 最抵死 然後那個姊妹就是 那隻蜘蛛明明爆了 然後告訴你 其實控制裝置壞了 我可以靠電腦來控制 你是不是瘋了 可以的 某程度上可以的 有那個合理性在這裡 然後跟著 最悲哀的另一個角色就是 姚仁姚榮的角色根本上 他是沒有性格可言變成的 他最後變成了處男 這件事是另外一回事 整個故事裡面 我看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很容易改變 我不跟人類是另一個物種來的 完全好像X-Man 突然間跟人吃完餐飯 給了飯吃完之後 然後說我們都要幫人 誠實鬥沙飽 大哥呀 現在身體肯誠實 我整個故事裡面 我沒有一節 我會看到 感動 我看他都煩焦了 我覺得 盛賴很煩 好煩 妙子沒事 妙子是唯一例外 因為他很少出後來 阿葵也是想打我他 也是好煩 然後老實說 最佳的兩個女主角是小律姊妹 你會 某程度上來說 所以我會說 為什麼要用五倍速呢 因為五倍速你主要是看字 和看圖 那些聲音就基本上 嘌嘌嘌嘌嘌嘌 那你就不會覺得好煩 你是還能受到的 所以 而且在那個所謂的核災區裡面 其實 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 老實說 不是因為你那群 companion 進來 在裡面生活的人 相安無事 亦都不見得 他們可能全部 其實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那套這樣的防護服 根本是不應該存在的 其實 某程度上來的 為什麼呢 可能全部人要躲在一個 很狹窄的地區 生活 但他們可能已經自成了一格 有他們的潛規則在裡面 其實可以的 我們應該這樣 而就是 當一群companion 就是感受這件事 但是 這群人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正常人 我看不到一個不正常的人 最有趣的地方是 我有件事 我不明白 如果你說到 你那個舊手刀 已經廢棄得那麼嚴重 一開始政府有說過 他外面有一些很高的牆 就像看巨人一樣 那些牆的時候 他有說過是 是圓做的 因為圓是可以隔這些東西的 其實你有一封圓的牆 那為什麼那些人 不搬了出去的城市 在圓的牆外居住 反正因為圓牆外面 你看到也沒有東西的 圓牆外面也沒有東西的 他們最初第一集 就是走進去 就是走很久的 就是要 應該這樣說 整個故事裡面 我又不明白 分幾點的 第一就是 本身故事性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完全表現不了 災區裏面的環境生態 作為一個蜂蜜誌 是完全失敗的 還有 在一個人的性格的改變 因為其實剛才 I am 所說的 為什麼不出來 其實是因為 可能是 環境 再加上人為的 裡面的一些因素 而令到 衍生了他們 為什麼不出來的原因 但是 他沒有說過的 其實 其實 裏面的人 其實現在 不出來的原因就是 這裏又不用做 又不用性 又不用交稅 我覺得 我們穿著保護服 其實就已經可以在這裏生存了 問題是 你說一開始 他比較早期 那兩個囚犯 越獄 他不出去 我明白 我明白 這裏 接生可 為什麼不出去呢 電力公司之前 留在這裏 我也明白 其他那些 為什麼有 教授 為什麼留在這裏 我也明白 博士 那位博士 留在這裏 不明白 責任 電力公司 我也明白 責任 電力公司那個 其實是內疚 內疚 但其實 他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因為 他其實是想他的女兒 可以 生存的 是啊 但他就留在這裏 他最重要其實是他的女兒 其實是 很奇怪的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他們的主因最大問題 裏面很多人其實是 他們是沒有 reason 地留在這個地區 也都見不到他們有什麼扭曲的思想 但對著的他們沒有方法走的 他們沒有方法走的 某程度而言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能力去 抵如外面的 某方面其實因為本身有個 他裏面有個超科技的設定在裏面 但是 是有 那個問題 為什麼我 為什麼我最初覺得這件事合理 他們沒有能力去 走 但我到後期就是說 蛤 你有個防護車呀 又這樣那樣 他們 越來越奇怪 他們這些能力 老實說 作為一個城市裏面 是不會有那麼多 所謂的核災 難的 應變 應變設施在裏面 地下種蘋果 地面有防護衣 怎樣怎樣怎樣 還要比你外面 那其實 我 給不到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要拯救這班人 陸貝爾也被你拿了 根本上來說 反而是 他們拯救這班 Companiants的時候 是更加多 心靈上 心靈上 城賴經 更加是什麼 他基本上自白 然後被人拖回去 放到星球裏面 這樣似乎有馬開靈 所以整個東西 先不論是作畫 作畫 如果作畫不是好的 故事又是 又是這樣 我又是 又是 作畫我覺得是中度的 老實說 都不算真的很過分 要穩定 整套東西 我不知道它原本漫畫 漫畫現在還連載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漫畫就是這樣 我覺得漫畫這套東西 真的可以收檔 真的 我完全 老實說 你用核爆這個 我覺得漫畫沒那麼反感 因為沒有我的聲音 可能 有聲音真的很難受 真的看不下去 老實說 神經 你這種 你用這個所謂的災區 災區不像災區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看你呢 他好像Maya說的那些家電話 然後你宣揚一些 沒有說服力的正面思想 沒有說服力的正面思想 新翻講的那些人說過 他每一集都有個正面思想 你很難撐下去 他後來好一點 起碼我不覺得他有 之前真是很過分 然後又說這個城市是我媽媽 然後又說科學是我媽媽 大哥你這麼多個老母 你老爸是什麼人 就是你完全看不到 尤其是城賴的那些標話 其實他是很奇怪的 還有一節最記得就是 當 他聽到姚仁死了之後 他應該要操進列車 他站在那裡不動 老實說我覺得他處理方法不是這樣 生死死死死 只是那個角色不是這樣 就是你一直標的角色不是這樣 一直標的角色就是他會忍著傷痛 然後你一邊開車一邊想著他 即是你搞到他是連革命機的長子都不如 是 長子肯定好過他 好很多倍 所以整體上就是說 他連最基本就是角色連貫都做不到 一個好 原本的角色已經是差了 差到連最差的連貫他都做不到 Factuate太厲害了 不知道做什麼 最steady的那些就是沒有性格表現的 或者那些性格表現是傻的 傻就是最簡單阿葵 沒有性格表現是妙子 妙子都算了 妙子嚴格說他是沒有性格表現的 可以這樣說 他只有膠底 他只有膠底而已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但膠底是正常 我不知道是他吸得什麼 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 Copenian的背景 說不出 令到他們本身的性格沒有性格 背景我覺得 他有說過 但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他有些 悲哀之前的位 是教頭和阿葵 好像是抽人 沒錯 我就不明白 他又是你們那班的同學 我簡直說 那為什麼同學和教頭一起看其他同學被研究的東西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 因為他本身的背景解釋不出 其實很多東西你會有疑惑 你不知道他怎樣去串連下去 然後衍生就是 他們的性格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而你的性格走起創造 就是故事究竟是 那個去向 究竟那個方向去到哪裡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設定裏面的 全部都太超現實 無論是科技 都不是載區 人格的心理和社會的現狀 其實完全是 我看不出這個是載區 不知道 而最終就是變成 那個故事是為 我因為合爆所以要穿防衛衣 我因為合爆所以 其實我覺得他不如改名 歡迎留在合爆區就算了 我老實說 所以我覺得是弱的 不是弱的 是直接 很廢 我真的看得很辛苦 老實說 今季看得最辛苦 到這裏就是 技巧少女 Corpelion 和警戒之秘方 這三套我都頂得很辛苦 其實 我頂了1.5套 叫做上限的 不行 接受不了 所以 你是不是講完 講完我就開始講科學 如果大家不想聽的話 就可以停了它 嘗試去解讀 究竟這個 什麼東西 到底是什麼 第一 他說 Corpelion 是不怕 輻射的 但是 前提又是 輻射 或者選擇 輻射 即輻射 會影響你的DNA 影響完DNA 之後 你DNA的分裂 是應該不太做到的 但問題來了 你同一時間 亦都會見到 他們有一個 超人的目搜能力 最簡單的就是 成賴 什麼被炮彈射完 流血 一天就沒事了 嘩 就算不是Corpelion 那位第一師傳的隊長 他也是沒事 他東方不敗 他的傷勢 比成賴 東方不敗 死我了 然後 你當中 裡面還有 小女姊妹 被炮彈射完之後 是 流血就算 那你跟我說 不流血 我怕些 他那一刻 摘著 是應該扁了 你Corpelion 你不是超人 你是改造 這個就是合理性的 先跳一跳 如果你考 你去想一下 究竟他每件事 改了什麼 妙子那些 我不計 成賴那個 成賴那個比較奇怪的 你用回 最簡單 先說怪力 你要把它改造 可能是一些 昆蟲類的 肌肉組織 最簡單 就是 猛蟻可以用很大力的 他 真的沒面子 就是 你好像看火星二種 看火星二種 子彈矮 那種類 他是用了這個概念 但其實 換句話來說 你肌肉的強度高了 你抵受那個衝擊的能力 是有機會是可以摘你不死的 因為 猛蟻對比人的強度 是差不多 差一百倍的 所以 你咬一摘不死 現實上 也有少少這樣的事情 所以 他被這塊石摘 是可以是不死的 我覺得是有合理性的 那 說回大朗 因為老實說 你DNA 你這樣做法 你的細胞是 收復不了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一是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 他那些荷爾蒙是有問題的 全部都魔改到亂了 就不斷崩 算了 你很難用好科技理論 去跟他說這件事 一是 就是說 他將那些新陳代謝加到很快 那 其實兩件事 吹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 都是會很快死的 所以就 涵接到他那個問題 但是你說 沒有理由 他細胞複製不到 為何他新陳代謝化為了荷爾蒙 這樣也沒有事 不要緊 你可以靠荷爾蒙齒的細胞 或者新陳代謝化 太快 靠自動的新的機器 去消滅了那些輻射影響 那些細胞 不斷弄一些新的出來 所以 要無限的死事 去填補有限的 病死的人 這樣就能拘捕到 那條條 就是簡單 打AOE用的俄羅斯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整體上來說 我都是那句 今季的三大難片 其實就 非他莫屬 灌下季自己頂 灌下季自己頂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三套 當中是最難頂的三套 我還沒說完 先解釋一下 就是 他用電的小律姐妹 他說他沒有感覺 也有一個合理性 因為他用電 那所有 又是變成火星二種 德國那個他沒有說 他就這樣說電 那問題是 你所有的神經傳道 都是電 反過來 所有的神經讀日 都是打電的 那所以 如果你用電 用到這個水平的話 你令到你的神經傳道 是有問題 令到你那個知覺是沒有 就是好像燎原火 那樣 沒有痛覺 他沒有感覺 這件事也有一個合理性 那當然 最沒有合理性 就是 最煩的阿葵 因為 他說阿秋人 他變成一個浮盾 不知為何 有一個圓波波 那 秋人說了一個很圓的東西 就是 科學有正面 還有 暗面還是反面 反面 其實我想他想說的 可能就是 他又 不科學 講產生戰 所謂的特異功能 賭神 出牌 不知為何有一個圓波波 因為圓波波 肯定就已經不是 正常人類可以解釋的東西 當然 我不知道你怎麼可以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的特異功能 這個就 比較奇怪 唯一這件事 絕對沒得解 廢話說完了 可以去下一部 對 好了 我們去下一部